大家好欢迎回来夜圣课 今天呢跟平时不太一样啊 今天虽然也是忙了一天了 但是最后能有些时间啊 接压下课 所以我们今天跟着我一起来参观一下 他的幼儿园走起 可以说停车非常的难 如果你后边没有其他的课 就是正常时间来下课 你就真的这个车要在外边晃很久 所以很多人都选择早一点来这边 你看我们还有多顶 你衣服呢 爸爸这个他就买他就买 过来这边帮客户取钥匙 没错有一个客户呢 成功的拿下了一套连排别墅 然后在这边终于落户了 那一家好几口人呢 也是可以从此开启一个 稳健的文化生活 那我们华人其实很多时候呢 还是说有一个房子呢 感觉就是在这边生根发芽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房子对我们华人来说 还是很重要的啊 毕竟我们是个农业大国嘛 对不对我们热爱着土地 那今天呢也是让大家跟着我一起来感受一天地产经济的生活吧 那今天是周六除了交钥匙以外呢 中午还要陪一个客户看一个很大的richmond center附近的一个楼花 那也是最后的尾盘了 只剩下一些比较高的这个pan house吧 然后我们会做open house 哎行程还是比较满的吧 行话不多说 看拿完钥匙了回家喝口水 然后就去richmond center看公寓了 走起 很多小伙伴最近都问我啊 说什么房型现在比较火爆 那我认为比较火爆的呢 就是刚需的这种房型 比如说连排啊 比如说一些公寓啊 只要是有这种刚性需求的 那它的这个现在受欢迎的程度呢就比较高 呃那哪些现在比较弱一些呢 我觉得像是几年以后成交的楼花啊 现在的市场呢 我感觉会慢一些 呃所以呢就看大家 如果大家现在是一个刚需的用户 那你就得考虑一些线房 以及一些尾盘的房子 呃因为你要满足你的需求吗 但是如果说你想要投资的话呢 那现在的楼盘 就是预售楼盘呢 比较比较比较迟缓一些 我觉得很多开发商 你愿意给一些不错的折扣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一个好的时候嘛 俗话说的好嘛 别人贪婪的时候 我恐惧 别人恐惧的时候 我贪婪 对吧 看大家这个是怎么去思考这个事的 另外呢 那一个房型比较火爆的呢 就是这种呃 破房大地 通常来说呢是火爆一点 但是通常在价格比较高的区域呢 它的这个受欢迎的程度呢 就没有那么高 因为其实在买这些地啊 呃的这个呃 人群里呢 人群里呢 很多呢 其实也是投资的 投资 也是投资客或者是建商 本身 那他们在一个相对来说便宜一点的土地上呢 买一块土地 然后盖个房 那他们的整体的这个售价呢 也不会太高 也就会更加的流通性 流通性会更好一些 那他们就会在这买 所以如果大家是考虑投资 那像呃 比较好的一些区域 那就不是非常建议了 比如说本纳比的呃 白金汉区域啊 呃 或者是Richmond的Brasmoor区域啊 但如果是大家想要寻求一一等一的这种居住体验 那我觉得这些地方呢 还是可以入的 没有人跟你抢啊 没有投资人跟你抢啊 所以呃 没有建商跟你抢啊 所以你的这个呃 讨价还价的空间还是有的 我现在眼前的这个呢 就是在Richmond Center的正中心啊 你看看周边的楼就知道 现在这个位置是有多么的重心啊 那这边呢 就是Richmond Center的 这是Richmond Center的最北边 那南边呢 还有一个口 然后像Cactus Club呀 Wise Bot呀 这样在这边已经盘踞了很多年了哈 那这个项目呢 也是由超大的建商Shape他造的 Brandwood Amazing Brandwood就是他们做的 呃 质量什么的 完工度什么的 是不用不用 呃 不用多说了啊 这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那他其实计划呢 是包围着整个Richmond Center 整个盖一圈 那么那 现在卖的呢 是那边的一半哈 那边一半 那接下来呢 呃 这个之后呢 会这边呢 也会开始开卖 现在呢 这个项目基本上都已经卖光了 就剩下一些Penhouse的Collection 就是顶层的 而且大部分呢 都是 不是大部分呢 基本上都是 不是基本 全部都是两层的 呃 所以 喜欢富士的小伙伴可以考虑了 如果喜欢大平层的小伙伴 可能考虑的空间就不是很多了 呃 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吧 他现在应该还没有开门 呃 我们约的是12点 看这个大家应该就觉得比较清晰了 这是Richmond Center 然后整个这一圈改了 我现在开卖的是这边 也卖的七七八八了哈 一开门呢 就直接就全 基本上很多就卖掉了 他现在的模型呢 做的也是这种盖出一半的感觉哈 给大家看一下 样板间的装潢啊 也是非常的 给力哈 这个状态呢 大概要持续很久了 因为现在只是卖一半嘛 呃 大概呢 也就是12楼到15楼的样子 因为Richmond呢 普遍来说呢 也不能盖的太高 这个我想大概是最好卖的 户型吧 你看多方针 然后而且呢 900多尺的两房加蛋 但不要小了 没有了哈 然后这边呢 也是一房加蛋 600尺 我做了一个决定啊 我决定 呃 看完房之后呢 我就去这个 叫什么 我就去我下边 做open house 先把牌子插出来 呃 然后把 把这个东西都准备好了 然后回家吃个饭 吃完饭之后呢 就不用太赶了 然后我就可以直接去做open house 怎么样 你看是不是 设计的星云流水 非常的通畅 呃 你看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回回来 整个的感觉呢 还是比较开放式的 不用多说了 就是 电商嘛 都有自己的风格 那为了匹配这个richmond center啊 然后匹配他们的开发商啊 所以他们用的东西呢 都蛮好的 比如说用的是 加德纳的 Gagno的 这个在richmond的品牌里面 其实不常见 大部分呢 可能用的是米勒 就是bosch 这些比较大众的顶级品牌 这些呢 都是属于 呃 就是最高端了 然后 呃 所以 这个还是很下血本的啊 当时卖的时候呢 其实也卖的蛮好的 他的衣房 我其实蛮喜欢的 应该进来 这边一个closet 应该里面还是有电源的啊 然后这边 左手 右手边是closet嘛 右手 左手边就是一个 呃 这个 叫什么 蛋啊 书房 他这个书房呢 做成了很多 这种building的柜子 呃 这个肯定是不包的 还要自己做 所以其实蛋的 整个的空间呢 更大一点 他这边呢 做了一个换鞋的地方 然后这边弄了个小 我觉得稍微有点挤啊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不会打这个柜子 没有必要嘛 但是他可能是 哎 为了好看吧 然后他的这个 一房还是比较方正的 而且你看 他这个尺寸好像 好像是比刚才那个 两房小一点点啊 但是还不错 你看中间一个小中导 这边放一个小桌子 就可以吃饭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的酒柜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放些东西 凹进去一块嘛 我觉得也是很实用的一个空间 然后这边呢 就是他的房间了 大家知道全世界最快的速度是什么 就是变化 没错 刚才我不是跟大家说 我计划 呃 带给我看完房 然后去插个牌子 然后回家吃饭 然后再去做open house嘛 结果你猜怎么着 各种原因吧 就是导致了 我基本上 就是看完了 就直接应该过来做open house了 饭呢 都没吃成 时间就是这么紧 而且有的时候真的是 计划不如变化 所以做地产经纪 这一行业就是这样 就很多时候 你计划的是这样 但忽然间 比如说客户那边要 呃 比如说有一些新的变化 有的时候开发商这边 有新的变化 有时候卖家经纪那边 有新的变化 你总是要在变化当中 寻求一个最优的解决方案 我觉得一个灵活的脑子 是必须的 呃 最近 我去南宿里高贵连跑了很多 Richmond呢 也刚刚成交了两套的连牌嘛 呃 我能感受到大部分的客户 真的是有这种刚性的需求啊 去买房 呃 我也是在这呼吁哈 小伙伴们 如果你刚 从刚考下来牌照 然后刚考完试 想要 呃 寻求一个 比较有力量的这种自媒体的团队 可以考虑一下我们 呃 手里面也是有大量的客户 有各种各样的需求 那也需要 呃 经纪们呢 去带着他们去做 那很明显有的时候我一个人也坐不过来嘛 但还好有队员 是吧 还可以帮忙 但是依然不够 我们是非常缺人手哈 哎呀 行吧 这个先说这些啊 大家看 做Open House 感觉非常的舒服 很享受 我下次要带一个野餐的毯子 就为了让大家看到哈 是多么的惬意 我就放在这边 然后我在对面做Open House 有人来的时候我就去做Open House 没人来的时候我就拿着我的 不能喝酒哈 拿着我的咖啡 坐在这个草坪上 哎 就这样好好的享受 你看 门口有一个公园 你你不管做什么 都是一种享受 今天有人打网球 我们过去看一看 我跟大家讲啊 好几次呢 有个小伙伴客人啊 都问我说 哎 门口的这个网球场 是不是要预约啊 哎呀 我想说加拿大哪有需要 呃 就是这种公共设施 哪有需要预约的 全都是 你来了就可以用 你住的近 你一看没有人了 你马上就可以下来用 是吧 两个超大的网球场 远处那个有一些 木头色的那个地方 那个是刚刚盖好的 这个孩子的这个游乐场 你看是不是真的有人 在这边野餐呢 我跟大家讲啊 温哥华现在的这个 此时此刻 这个天气真的是太舒服了 前几天啊 我都差一点病了 因为要频繁的看很多房子嘛 外边的太阳特别的热 然后车里也很热 稍微走到阴凉一点 就特别的冷 就那会儿就搞得我也不知道是该穿衣服呢 是还是不穿衣服 然后一早一晚又很冷 所以整个一天的温度变化啊 不同的区域 不同的时间 特别的频繁 弄得我真的是很尴尬 但是现在啊 温度有一点高 有一点点小小的 这个凉爽的风 然后呢 没有太阳狂照 所以呢 整个的氛围现在 穿一个这样的一个T恤 再加一个小衬衣 我觉得温度刚刚好 但是坐一会儿呢 也不会觉得冷 我觉得如果温哥华 可以每天都是这种温度 那真的是太美了 不过很多时候阳光明媚的也很好 心情至少很好 今天来开Openhouse 人不是特别多 看来我们整个的这个自媒体啊 还要再来一次大的宣传啊 让我好好的计划计划 来一次大的宣传 只允许你不满 不允许你看不到 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哎呀 我真的是一个人在这场独角戏啊 我忽然想起个什么事了 我之前一直抱怨啊 鸭鸭他妈 我说 我说你能不能在车后备箱 给我放一套 这个野餐用的这个毯子啊 你放一套之后 我们带着鸭去哪 天气不错 我们就可以野餐 你猜怎么着 就是我这篮车里边放了 放了毯子 所以我打算找一找 有没有 我觉得大概率是有的 看看哈 你看 果不其然 是不是有的 我只要把这个 当然我们是有两把 两个毯子 我只要把这毯子放在草坪上 我就可以享受 Openhouse 野餐的这种感觉 你想想我做Openhouse都可以有搞出这种野餐的感觉 你平时的生活 那不就是天天都在露营吗 来 我们在这个草坪上给它铺开了 让大家感觉一下 我们一边野餐 一边Openhouse是种什么感觉 跟大家讲哈 开头我说的 计划不如变化快 真的是 还有一句话叫 风云莫测 刚才还是晴空万里 而后来变得有些凉爽 那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 这个毫无征兆啊 这个做Openhouse 我们house这儿 对面还有好多小朋友在那玩呢 还有网球 而且有点刮大风 哎呦天哪 真是 行吧 今天呢 最后临 临结束的时候呢 又有一组人来 然后 所以Openhouse 往后延了 大概快半个小时吧 总体而言 还是非常的顺利 今天来看房的人 不是特别多 大概三四组吧 好像是不是大家都去玩去了 我们看看明天吧 行吧 这就是 一天的生活啊 不知道视频剪出来 是不是会略显平淡无趣呢 但是地产经济的工作 其实没有那么光鲜 当然了很多人可能为了 凸显出这个行业怎么样了 会把一些高光时刻啊 再加一些 再加一些这个什么的 再加一些 装修 再加一些粉饰吧 把它刊登出来 但通常来说呢 都是像我这样 这个 世事清理清为 这样吧 行吧 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这么多了 然后下 明天呢 继续做Openhouse 明天其实也很忙 带两拨客人 然后来做Openhouse 行吧 跟大家聊这么多了 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ye 杨茜茜